接著入閘 快翼線 等下這隻快翼線 最佈馬不准备 妥當第二場賽事 二班千八米的草地賽 大熱暫時顯示是4 好來日開閘 露露繩一檔不算很快 比上去 二檔出閘快 藍衫一隻加州十大 就清回去 縮在後面的馬 還有一隻白鼻窟的快翼線 跑了一段路程 灰馬就安彩 慢慢壓進來 露露繩直著內蕩之離 走回到第二位 柏林探哥跟著第三 後面的三隻 加州十大 還有勇猛神區 暫時電候是快翼線 接近千二米的斷處 前面放頭的馬是安彩 內蘭第二位 露露繩 在外面紅黑衣衫 柏林探哥 後面的三隻 加州十大 勇猛神區 在尾尾 內蘭 放上去 是快翼線 接近一千米的斷處 大家次序移動 沒有 安彩依然放頭 外面 柏林探哥 稍稍過了 露露繩 後面的三隻 加州十大 白鼻窟內蘭 快翼線 南白環間三 暫時包尾 還是那隻勇猛神區 過了800米的斷處 前面是安彩 柏林探哥 露露繩 加州十大 快翼線 勇猛神區 轉彎 差不多入直路 前面還是安彩 柏林探哥 露露繩 加州十大 第四 內蘭第五 白鼻窟快翼線 後面那隻 勇猛神區 轉彎入直路 安彩柏林探哥 露露繩 不要入面 拿出去 偷入面上 白鼻窟快翼線 尾以後面的馬 有紫色眼罩 加州十大 入面勇猛神區 最後300 安彩、柏林探哥 露露繩 入面是快翼線 最後200 安彩還是佔先 柏林探哥第二位 入面穿上來 快翼線 外面是露露繩 最後100 安彩依然是佔先 一個身位 柏林探哥第二位 入面快翼線 中間勇猛神區 有沒有機會打開 離香港勝利之門 安彩 大道啊 第二名的馬 外面是那隻包尾衝上來 勇猛神區 至於入面快翼線 都衝上來 有機會第三 結果這場賽事 打開離香港勝利之門 是這隻安彩 一放到底 第二名呢 似乎勇猛神區 中檔的機會高一點 入面八臂 就快翼線 第四 中間是柏林探哥 最後的安彩 莫雷拉 放到了2.7倍 大二勝出 第二名一號 勇猛神區 全人最難的一隻 跑第二周進落 第三名就是快翼線 三號馬 第四先是柏林探哥 六號 終於承馬了 ngon trọi 龍探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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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都可以拍 拍林探哥,6號 10集成一對,差2、3 很激烈 冷一點就跑第二 時間很慢,因為早幾段都很慢 1分48秒31 加州十大,那隻馬不充 但這隻馬呢,如果看回以前 跑完後就不一樣 6匹馬就只有他,一隻脫掉了 對 四連環月計派賽 1號、3號、4號、6號 356元 四重彩月計派賽 4號、1號、3號、6號 順序派6546元 鏡頭已經是方家拍了 下一場就雷霆戰區 他都可以入場了 對 早段控制步速,控制得很慢 第四段,開始先走 順利贏馬,莫雷拉 最後27.5這隻安賽 打開來香港的勝利之門 起步就路路繩 少少斜跑 但其實那個跑法 大家都預期之中 都是跟著這隻安賽 轉彎可能有點心急 柏林探哥就在第二位 後面那三隻馬 加州十大都鬥著在第四 勇猛神,他就尾二 戰後快翼線 一會兒都有點搶口 這場步速 比預期中更慢 頭三段都慢了 兩秒半有多 都真的超慢步速 所以 路路繩 他又不積極撐 莫雷拉那隻 搞得莫雷拉那隻 他都不心急埋難 見你們沒有人咬他 他就慢慢試進來 就贏了這裡 那隻有馬頂一下他 給他一點點壓力 等了沒有 按得這麼慢 錯過又會有些不同 柏林探哥 雖然賺了一個很慢步速 但望空筋前 向來都不是他的最佳跑法 結果回來 又是最後幾十日 開始腳緣被人過 原本加了十大 他都試過 慢步速形勢之下 轉彎自動波涌上去 但今天他自動波 沒有自己涌上去 反而還要開始騎得多厲害 而騎下去又給不到什麼反應 都要坐後送檢 看看有沒有什麼健康問題 入月路 按到今晚 跟莫雷拉 全都著數了 安彩 他大步 又不散 步速又這麼慢 你想追回我都不容易 所以那隻 勇猛神區 發益善 分別都包尾尾尼入直路 不然都越來越勁 追回這麼多 回來賞到什麼 表現都相當不錯 第二場賽事都複榜完畢 派彩作實 二重彩四號一號順序派353元 四連環一號三號四號六號是356元 四重彩四號一號三號六號順序派6546元 馬布拉頭關一美軍四派125元 頭關一美軍一派40元 看看分段時間後段14秒56 第段23秒05 第3段25秒17 第4段22秒7 目段22秒83 完成時間1分48秒31 萬個標準時間都一秒幾